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 八部谭松韵出演电视剧盘点 每一部都不能错过 我们的十年 我们的十年由毛卫宁 侯景龙 王一伟 刘海波 杨阳 库尔班江 刘雪松 安建 李东霖 李安 杨磊 滕华涛指导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白百合 白宇凡 董勇 郭小冬 侯勇 黄志忠 林毅 谭松韵 王凯 王雷 严妮 杨子山主演广电总局20部重点剧目和电视 通过一日三餐 心往何处去 磨刀霍霍 爱情 未来以来 理想生活 浅海 大漠之光 西乡明月 唐公夜宴 执着按记忆发声点排序 十一的单元记忆构成了新技术中人类的图形 以小切体现大主体 以小切入 反映巨大科技的文字 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八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全新科技 众生对获得 快乐 安全感和自豪感的发展体验 在第五单元 心往何处去中 谭松韵化身 李新尧回到大都市创业 方兴伟则在念人的演绎下 将自己的成长曲目从大都市带到了大都市 地理区域 饰演角色的宅子路 陈楚江是一个幽默风趣 个性十足的新农村创业小伙子 他们的回忆深深打动和刺激了观众 但更感人的是他们记忆中的原型 叫我导演 请叫我导演有姚婷婷指导 林更新 谭松韵领衔主演 刘畅 苏欣 王秀珠 刘恩嘉领衔主演 白冰 宫贝别是都市爱情喜剧中独树一帜的明星 该剧改编自作者红酒创作的等呼片旁部首 讲述了从小就梦想成为投资人的柠檬 阴差阳错成为总裁秘书的故事 最后 携手追逐目标 通过方面做企业方面的故事 美心如玉 锦心似玉是由温德光 杨小波指导 钟翰良 谭松韵领衔主演 何鸿山 唐小天领衔主演 影儿 李胜 刘云领衔主演的古装古装剧 该剧改编自知之的小说《贵妃攻略》 讲述了明朝中叶永平侯大将徐令仪与初入江湖的妃子十娘之间的励志爱情故事 出于普遍看法相反的所有意图和目的 结婚然后大部分时间置入爱河 特别是手拉手长大 《亲爱的麻羊街》《亲爱的麻羊街》本质上是一部由黄克敏 周杰联合指导 许卫周主演 珍谭松韵 牛俊风 陈金 石可 娇刚 孔明 宁文通 田敏 该剧讲述了八十年代广州麻羊街六户人家的生活故事 《以家之名以家人之名》由丁子光指导 谭松韵 宋威龙主演 张新成 一般都是很特别的明星 徒松岩 孙怡 何瑞贤 安哥等 张锡林和杨童书的友情居然还出演了一部《青春成长》这一剧 一般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该剧讲述了三个绝对原生家庭的失踪儿童 组成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故事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有意义的 兄妹三人相互扶持 逐渐长大 逐渐治愈内心的创伤 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和解 成为更好的人 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明初奇人传》《明初奇人传》绝对是刘狠谭 杨书直到 欧豪主演 谭松韵 王子玄该剧大部分改编自爱奇艺同名连载小说 颇有看点 讲述了留学归来的华民初无意中 遇到了一群自称是八大的陌生人 并阴差阳错成为了他们的首领 具体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解散 求道 东奔西跑的故事 基本上是这么想的 锦衣之下 锦衣之下由樱桃指导 任嘉伦 谭松韵主演 寒冬 叶青 姚以琛 卢洪 喜雪 李廷哲等主演 还有韩成宇 该剧绝对是根据兰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讲述了明代嘉靖末年 奸臣当道的那种故事 颇有意味 锦衣卫役基本上是奉命大稿调查 扬州休和前失踪一世 但通常会以微妙的方式 意外的卷入一个相当多的阴谋故事 几乎是最好的我们 几乎是最好的我们 是一部校园青春剧 由刘畅指导 李家编剧 刘浩然主演 谭松韵 王 毕欣 董卿 陈梦希等人 绝对出乎人们的意料 该剧改编自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学生耿耿意外 进入镇华 基本高中 与 学霸 于怀成为同桌的一系列故事 他们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一起长大 经历了分离和团聚 这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这八部漂亮的谭松韵的影视剧 小编基本上都看过了 大部分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最喜欢锦绣之下 总的来说还是挺有意境的 在相当重要的方面 哪一个在你心目中并不是最好的 哪一个在你心目中的 尽管你而且可以帮着